张忠谋这席神预言接连得到验证 中国也请举国之力追赶 却苦追不上 有中国智库学者居然建议直接勉强 引起不少中国网友留言讨论 甚至有人开骂 有些学者也挺可笑的 看看前些年台积电听谁指挥 台湾企业美国投资 你说不转移就不转移吗 台积电本来就属于中国吗 还传出中国想要透过华为海斯 研发的小晶片弯道超车 却遭中国科学院学者王启东吐槽 小晶片还有技术上的障碍 要克服成本控制也是挑战 小晶片本身要结合了 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技术 也就是海系设计 然后晶圆制造 以及所谓的封装测试 但是的话 就是说只靠华为一家公司 要做到所谓的小晶片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 中国想要解决半导体 被美国卡脖子的问题 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 无所不用其极 接连一连串的 荒诞言论 想要沾台积电的光 反映出台湾护国神山 在全球半导体业的战略地位 三立新闻 今天要抽成李文科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